最新爆料 一架美军B-2在海外执行任务全过程 为什么都被俄罗斯先进雷达侦测到 近日 俄罗斯媒体爆料 一架美国空军的B-2远程隐形飞机刚刚从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起飞 前往俄罗斯海外地区执行任务 但这架隐形飞机自始至终的整个飞行过程 包括何时从何地起飞 何时离开俄罗斯海外的某地区 都被俄罗斯雷达系统失无巨细 全过程收入眼底 彻底侦测到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空军为什么要将B-2飞机派出 接近俄罗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但是这些信息已经足以证明美军即便是使用B-2执行任务 再也不会让俄罗斯方面会感到有任何惊讶 甚至带来压力 在今天 面对俄罗斯先进的雷达系统时 B-2超级隐身能力几乎神话不在 早在2012年 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·施瓦茨将军表示 B-2正在逐渐失去进入敌方空域的安全能力 美军其实也早就认识到 B-2隐身技术过时所带来的致命缺陷 这也可能是美军为升级整个B-2机队追加投入资金的原因之一 据透露 升级包将包括带核弹头 LRSO和防御管理系统DMS的远程巡航导弹 美国希望LRSO成为少数能够穿透俄罗斯制造的高科技防御级别的武器之一 而DMS将提供有关敌方防空综合体位置的信息 随着升级包系统的完善 B-2可以在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然后安全返回基地 帮助盟军进行自我操纵 美国空军队长迈克尔·赫兹佐说 但即使B-2完成全部升级任务 美军也持悲观态度 自从B-2在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以来 隐形技术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飞机上所配备的设备和技术 在这架飞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变得越来越过时 包括发动机系统和隐身技术 这些飞机实际上拥有的技术是在20世纪80年代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即使飞机升级 B-2也无法在战场上生存 施瓦兹先生承认 此外 经过多年的实战及大量飞行过程证明 美军B-2尽管隐身能力强 不仅对大多数雷达隐身 还能巧妙地控制辐射源和噪音 B-2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实现隐身突防 但还是暴露出机动性和飞行速度稍差的瑕疵 只是当时被其卓越的隐身能力所覆盖了 如今 B-2面临着自身的隐身技术已经过时 现在已经被俄罗斯的先进雷达 轻易能探测到其从起飞直到降落的飞行活动全过程 这个仗还怎么打下去 那么 B-2身上本来存在的这些瑕疵将被无限放大 也许有一天 一架普通的俄罗斯战机追上去 就可轻松将其击落 世界空军史上将会演绎出一起 30岁老娘盗崩孩儿的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